好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您 就是他說親戚準備在美買房借本人的美國戶頭 進行收匯、轉匯 他想問一下他需要注意些什麼以防查賬 好 那第一個就是他講說他的親戚是要借他的賬戶 那他肯定要跟他賬 他的親戚簽個這個借條 說這個不是我的收入 而是我親戚借用我的賬戶 那我講是他的親戚不是美國稅務居民 那他親戚有可能做幾件事 一個是就一筆 一大筆錢從香港匯給他好了 那他這樣就準備這個完稅證明 因為這個或者是他有可能是五萬五萬的不到五萬 用不同的人匯出來 那這個話那他可能就比較複雜 他需要做一些稅務的規劃 那現在這個美國國土安全局呢 主要是避免這個這個叫洗錢 那你假如說有人用你的賬戶來把這個沒有完稅證明的東西放進去的話 那有可能他就認為洗錢會把這錢全部都劃走 所以這個時候他需要去證明 就是他假如朋友用他的賬戶 他需要跟他朋友要一下完稅證明 那現在也是因為這個COVID-19的關係 這個有很多的這個欺詐 就是因為很多中國人他現在來不了美國嘛 不過他想在美國可能要買房子 就在美國開個帳戶 他無法自己來 他就請公司或其他請別人幫他開帳戶 把這個個人的information都給他 那他來不了 那他就慢慢開了以後呢 然後這個錢呢 就是慢慢的這個轉進去 轉進去怎麼買房子 結果怎麼忽然他錢就全部不見了 那這個就是 因為他在開帳戶的時候 他把自己的東西都給人家了 然後人家可能不是用自己的這個什麼地址 所以就回答一些這個問題 然後他這樣的話 就很容易這個 在美國的identity staff就很危險 尤其現在這個情況人家又來不了 所以我們建議就不要找別人 或別的公司去幫你開帳戶 一定要自己的帳戶一定要自己開 你就晚一點開就晚一點開 你這個請別人開的話 這個我們碰到這個大部分都很慘 然後這個下場都不好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客戶不要這樣開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那個 國土安全局會說這個是看起來像起錢 就把錢全扣走了 哇好的好的 謝謝李豪會計師謝謝您的回答 謝謝